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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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然後 上美節已經去了三節 然後 即將又要再數 好 然後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六年的時間 有這麼多的足跡 那當然 剛看到的那些畫面 就會知道說 我們鎖定的其實 都是跟地球環境有關 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個 人類不過就出現可能就是 一、二、十萬年 然後 可是我們其實地球是十六億年的歷史 但是有很多景色 到現在已經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特別是在這 斯拉斯里開始的工業結論之後 所以我那時候做 製作節目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想要先保留一些 地球上面即將消失的奇景 我怕說 可能也許 遇到大家下一代或幾代之後的子 所以可能再也看不到 但是當然希望這樣的事情不要發生 只有我期待的是 如果我們現在去給大家看一些 這些地球的美景 然後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 經常的景點 這是我們在做聚焦全世界的一些理念 然後這是一個小小的自我介紹 我不曉得其實在 我在製作聚焦全世界之前 有人曾經看過我 比如說播新聞 我今天上播財經 播時尚就是幫地產節目 對 其實我之前是財經記者 然後主播 然後所以呢 我到現在就是一直到去年為止 我出了五本書 然後第一本呢 是叫25歲花小錢創業大成功 所以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在踏入媒體圈的第一本著作 然後也就是我一開始就是在採訪 譬如說很多創業的成功的人事務 所以我就把它集結成的書 然後之後我就開始做財經理財 然後所以就出了第二本書叫做 聚焦金土 然後之後後來我就做了很多企業家的採訪 然後會說金子時尚 所以時尚也很乾脆會被風險 對 所以後來我出了第三本書叫 一生一刻 涉華的味 那一直到了就是五年六年前 我開始做聚焦全世界之後 然後所以我就有一支本書叫聚焦全世界 然後還有去年出的這一本升級線 那升級線現在已經是國家文書學院 公布人員的推薦選書 所以很榮幸 那但是很多人就會開始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像你們剛剛看到那一段畫面 就是一個電視媒體的人 然後跑去基地 跑去非洲 然後跑去烏干達的高山裡面追大星星 那時候我們爬了16個小時的山 然後光帶男子要找一隻企鵝 也走了4個小時在病院裡面 因為你們知道這些地方都不會有交易的東西 所以很多人看到我就說 欸 就是看我這樣子的形象嗎 那個神力有超人的界線有一點遙遠 但是為什麼我會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為什麼會從 你知道我之前在採訪財經和企業家的時候 每天都一定 你知道 一定就是在什麼五星級飯店拍個記者會 或是某企業家的豪宅裡面的開放 或者是什麼 去敦敦鑽石站 然後去什麼像港珠寶宅 瑞斯宗標宅 都是這種 就是這跟非洲啊 南極啊 這有這麼大的一個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大的轉變 然後這個轉變我想要給它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會從一個財經記者主播 然後反正可以在攝影棚裡面 光鮮亮亮裡面化妝 然後它就很涼爽 為什麼會要就是 比較獨立和毅力的空氣線 為什麼會做一個這樣的轉變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是嗎 欸 往中過來好了 哎呀 沒關係啊 這邊有攝影師在四處 對對對 不然手會摔 不然經過就沒有 你也讓自己要站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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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要站中間 我們自己要站中間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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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愛 太可愛 那如果不管判過或是沒判過 就是我們知道全世界已經 因為開播五、六年 然後連續五年都入圍 變成青春獎獎 那去年是三項入圍 所以人們即時節奏獎 然後即時奏獎 還有變成青春獎獎 然後還得了 好 那我們再參加 謝謝 然後在14年 其實我們開播 第2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回到電視鏡中獎 最大教育文化節目獎 然後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些 得獎的紀錄 好 對 我剛剛其實本來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看到那一段影片 的時候覺得是多少人在拍攝 說你拿到電視鏡頭 好 然後你又出現 好 假裝沒看見的話 你們覺得剛剛那些影片 大概是幾人的辯識嗎 5、6、10 5、6、7、7 數位美景的同學 我要問你們 欸 怕不說 你覺得 你覺得 大概這樣子 三個 可能是台灣的同學 但是很專業 知道 所以像我之前放過一小段影片 然後譬如說 因為我去一些地方點腳 有一次我跟香港這個 就香港理工學院的傳播學院學生 還有老師們分享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 有一些同學大學 就是開玩笑他說100人 然後嘛 就有同學說25人 然後後來如果 有人講說8個人 然後老師 就是理開老師老師就說 你知道我們多年專業的經驗 應該大概差不多15到10幾年左右 然後就後來我最後 然後我跟香港說其實只有我和攝影子兩個人 正時 課堂上就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謝謝大家同場好 那好 接下來那我們就來開場 就是真的就是 其實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討厭看 第一次新聞 其實我聽得蠻討厭的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其實臺灣電視媒體 正出了一些問題 好 那 我們為什麼就是 是這樣一個姿勢 我就要從南極開始講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第一集的節目 那那是我嘛 然後後面就是我的攝影 我們其實本來就是電視新聞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攝影配的文字 然後那那時候我們就 反正每天都會再專題 因為我是正大廣電視畢業 然後所以其實很理所當然 大家廣電視畢業之後 就出來電視台行 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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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目標和方向就是 啊 我要成為主播 可是事實上成為主播之後 你知道主播就是 如果說天底下有一個 無聊工作排行房的話 主播應該會是在欠失你 對我來說 我真覺得這是一個很無聊的工作 譬如說你們很討厭看 這些電視新聞 那些稿子 我可能替電視都要講三次 你第一次已經覺得 Oh my God 你主播有什麼搞話 然後第二次就說天啊 又要再來一次 然後你知道 等到你講第三次的時候 你知道 你都已經覺得 就是 就是實在是太無序的工作 然後你知道我每次一上主播台 然後我才練完第一則之後 然後我才開始說天啊 還有四十九分鐘 對 所以因為電視新聞就是 如果內容本身不有趣的話 你會在主播台 你覺得這些新聞也是很無聊的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 我會聯目上裡面一樣 我們也想要看更有深度的東西 我們也期待說電視台會有 更深度的專程報導 更有知識性的東西 可是就很不幸真的是 那就是每天畫得很漂亮 然後坐在那個地方 對著一個這個攝影機在掌畫 那這些事情對我來說 真的有一點無知 然後所以後來在2010年頂的時候 突然就是我有一個企業家 他有問我說 他說欸 你想想去南籍 我說啊 南籍 南籍有什麼 他怎麼會這樣 前期的 我去借了 還有人 啊 有有Shopping room嗎 沒有 有好的五星飯店嗎 沒有 有好吃的美吉林嗎 沒有 那時候我就想說啊 南籍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就是企鵝 看悲天雪地 就這樣 然後我就啊 而且要飛很遠 你知道飛多遠嗎 要飛30幾個小時 好不好 對 所以後來我就 一座時我想啊 好 讓我想一下 他說因為我們有一個科學計畫在南籍 所以我想要找你一起去採訪 然後後來我就想 好吧 那你讓我想一下 結果那時候 我看我其實就是一個城市女孩 City Girl一樣 我也不愛運動 我愛大膽 我愛跑步 我說那個時候啦 那個時候我就一直這樣 然後 所以無常南籍我要去嗎 結果可是我的兩個姐姐是非常喜歡爬山啊 熱愛大自然 他們一個住肉桌一個住美國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跟我想 他們說 南籍我當然要去 他就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住過南籍嗎 全世界70億人 只有2萬人去過 他說也是那麼70億分之2萬 而且台灣沒有人家記者去過南籍大陸 後來你知道 就是記者就是有這種獨家的 寫意在DNA在 你沒聽到就說 好不要 70億分之2萬好 然後再來就是獨家 好吧 那我就 謝謝你啊 那我就去吧 結果去了之後 然後其實就改變了一個記者的意思啊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教學這一集 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謝謝你啊 就是沒有一個地方是你聽不到任何聲音 你只能聽到你自己的心目到的地方 那就是南籍 因為南籍大陸是大概是美國的1.7倍 然後300多台灣 所以然後可是重點是他沒有任何建築 沒有路 沒有人 因為他大概只有一些很少數的科學家在夏天的時候被住在那裡 可能都是分散的 所以他最多著名的就是祈禍 那那時候就當我們的那個白色 剛剛在畫面裡面看到 因為在南籍你就是要坐著吉普車或是雪山舞台 然後當我們填在一個地方 然後當那子叫做天地無聲 我終於在那一刻我了解 然後有很多人講說 不管你頓悟或是什麼 都是有一個天使必領人和的情況 那那一刻其實是我個人的一個頓悟 就是我突然聽到自己的心目到聲 然後我突然聽到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欸 你正在廣播練習畢業 有很多人想報復你 那你在幹嘛 你每天都念一些很無所謂的新聞 你手上握個麥克風 可能幾十萬人 可能幾百萬人聽見了 那你到底在傳播什麼呢 你做一個指揮你 你的使命到底是什麼 所以後來從那一刻開始 我才覺得說 我既然也有一個 就是一支麥克風 這麼重大的一個武器 那我應該要善用這支麥克風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我們我就開始覺得說 我要做一個節目 是叫就是 帶大家看 很想看的東西 你們想看的神父 你們想看的地球環島 你們想看的那個關懷 我覺得我總是要就是身為地球的一個分子 我覺得我應該要善用我現在手上的奶油 所以於是我就開始了去教全世界的第一支 那當然就是除了紀錄南極的環境 因為它是整個地球最屬於新的一塊樹林的地 卻沒有任何人造物在那裡 然後再來就是環房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紀錄都有 是一個很嚴重的全球感化的警訊 所以於是我就開始了立即 那為了要找尋 這是你知道南極我唯一活生生的東西 然後我就走了四個半小時 終於找了他們 在一個冰旁邊的岩石堆上面 那當然知道走過去四個半小時 換岩石就是 還要走四個半小時就回來 於是那一天我就覺得說 天哪 我活了大概三十年 這三十年來走的路都沒有那一整天多 所以當然這有點誇張的 你們就知道那天有多累 可是就沒想到 這個紀錄很快就被接下來 很多事情打破 好 這個就是我的攝影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為了要記錄企鵝 因為企鵝正在混蛋 然後它這也是在南極的拍攝 兩個人 然後我們有那麼多的精彩 所以 對 然後真的我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件照片 就會 你就會知道 有人想要當攝影師或是攝影師 就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體 練得很緊張 那那時候我們在南極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夏天去 所以南極是一個日不落 然後那時候為了要拍什麼是日不落 就大家有看過日不落的景象嗎 就是整個太陽就到了凌晨12點的時候 12點一年 它就會快套進自己平線 然後就快馬上起來 就會變成一個微笑曲線 定時日不落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為了要拍日不落 就把攝影師架在外面 那當然那個零下25度 當時風大概是這個強烈台狂的本質 對 所以這個攝影師要穿很多寶物 但這其實還不是對的 所以我越到了更冷的地方 這個是在北極的一張照片 2015年區的北極 從挪威出發然後做碰冰船 然後到北極的海域 那這一位就是我那堅忍不拔的攝影師 大家看看他身上有多少東西呢 一台攝影機10公斤 一支攝影機的腳架8公斤 背上的鏡頭裝了一個廣角的鏡頭 我排外加4顆電池 1顆電池是2公斤 4顆是8公斤 然後那個廣角鏡頭大約是8公斤 所以 所以是不是攝影機 對 攝影師是不是真的要很常見的體驗 然後當時 那他就說那我咧 我就幫他背一台那個 攝影相鏡 幫他拍了一張照片 對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哇 我這裡真的太辛苦了 好 因為爬到被這麼多東西跟著我一起 你知道爬走四個小時 找企鵝 然後爬山找大星星 那剛剛是零下 北極那一天是零下30多 然後那這個是我們後來拍 非洲的鞋鑽石 因為其實在南極之後 我就深深的覺得地球的情景 然後值得記錄 再來就是 我覺得 我們其實生活在台灣 真的是很幸福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真的很多地球上 非常非常多角落 是我們難以想像 而且 我們應該要關注的地方 那當然非洲鞋鑽石就是 就是一個很 大家都知道 有人看過 你不要拉多的那一部鞋鑽石電影嗎 但是我看完之後 其實我也就是很震撼 然後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要去做一個 非洲鞋鑽石的一個鞋鑽石 所以我沒想到 第五上面所說的都是鎮鑽石 這個地方是在 莫詹蒂克跟辛巴蕾的一個消解 它是 它不是鑽石鑽石鑽石 它是一個黃金礦區 我覺得非洲是一個 很多人都不敢去 因為你當去之前 你大概要打五六七針 從黃熱壁然後到什麼 白日殼到A幹B幹 所以破傷風都有的症 然後你要吃虐急藥 大概連續吃了一個月 因為你在去之前你就要吃 然後去了每天都要吃 回來兩個禮拜都還要再吃 所以很多人敢去非洲 但是非洲 雖然這些疾病很多 艾滋病很嚴重 可是它們真的就是一個寶藏 這個黃金礦區 你知道這個黃金有多容易取得嗎? 我們會覺得說 欸黃金礦區應該要有一個很大的機具 然後去開挖什麼 但是我們吃 這個地方呢 那一大片礦區 你只要挖個 大概挖個一兩公尺 就會挖到黃金 你現在看到這寶藏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小孩在這邊? 他們就在拋金 所以用拋金對我們來講 然後那個很抽象的 他們就是在拋金 然後一撈起來 然後就在沙裡面 然後晃一晃 就真的是金沙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只要是男人 只要是小孩 你都會在這裡工作 那可是這邊卻有非常多不幸的故事 就是 你看我剛剛說 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在挖苦 這裡面沒有任何機器設備 可是在這裡 我們就採訪到一個男人 他沒有雙腿 就是 這邊成為階段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他們 他跟他的 一個礦工的朋友 一直在挖礦的時候 挖到一個圈頭大的光景 可是呢 馬上被當地的警察 就把他推倒 彈斷他雙腿 丟在坑裡面 把黃金槍放進去 那他也算是 因為有很多人 是直接被殺 就買掉 而且買在哪裡 也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 我們過去的時候 然後 就是我們走 淡定 因為他村民 會來告訴我們 這些被殺師 那被截斷雙腿的礦工 他也自己出來 先聽說 就告訴我們當時的狀況 然後他說 我們現在走的地方 可能 因為有一些礦工師都能 跟護照去哪裡 他說可能 都會被買在裡面 然後 那在新發威的 鑽石礦區 是直接當地的警察 和軍政府 發現大家 踩到鑽石之後 就直接坐著直升機 開始消失了 然後 把所有的原產品 導射 全部死光 然後就把他自己搶走 所以 就是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估計很難相信說 在 第一年是 2011年 就是才在 這個 21世紀下 還有這麼殘忍 和不能道的事 莫薩比克 跟其他為 都往前逃去 然後 全部都是男生 後來其實 我就回來了 很多時候 就是我在現場的時候 完全沒有意識到 任何的 威脅和 威脅 然後直到我回來 我剛才在台灣 剛剛開始看拍攝的時候 那發現 這裡 然後方圓十里 大概有一個女生 然後全部都男的 然後我 只有我害我的攝影 然後 如果那個 你知道 因為我們其實攝影機 也都很值錢啊 一台攝影機 帶一百萬 再加上一大堆東西 然後身上 因為每次都用身懷去管 因為你知道 就是我要付錢嗎 然後 所以後來想 這是 歐嘎嘎嘎 感謝聲 安全的回來 不然我們可能也是被推倒 然後就沒有埋在活動裡面 對 好 然後剛剛那個 非修是在零上四十三度左右 然後這個 到了北 身份都不是的話 所以我們做到 垃圾場 其實是在垃圾場 封身找到的 然後那這張照片 是我們在越南的 越南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它現在是經濟發展 大家很多 會去 就是11場也好 很強的工場之外 它比較 你就是在四十年前 一場越戰 到現在 還是 在當地上 還是在 你講 漫延 那這個孩子 大家有注意到 是 他沒有尋規 他不是發生幾乎 他是生下來 就沒有尋規 那原因就是 四十年前的越戰 他會撒一些化學武器 然後到現在 看第四代的孩子 就是 還是幾乎 然後那這個小孩更小 他也是因為化學武器的環境 所以生下來 是一個海豹隻 所以腳是外隻 好 這是剛剛我說那個寫 黃金的礦主 對 好 好 然後 對 然後 那在那個 我們還去了馬拉威 馬拉威是全世界支持紅利的國家 然後但是它是愛之力最嚴重的國家 他們的平均壽命 38歲 平均壽命 這個國家平均壽命 38歲 因為太多人和愛之力 為什麼非洲愛之力很嚴重 我們很知道 就當然他們的人就是 因為非洲沒有所謂的禮夫一起 非洲是一個一夫多妻的社會 然後所以這個是造成他們 就也許性行為會比較煩濫 有一個原因 再來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深信喔 深信 如果你得了愛之病 傳染給下一個人 你就會病好 有沒有覺得很可怕 你知道這事情不是以而傳 這是他們當地的衛生署的主角告訴我 他說因為他們有這個一個錯誤的情況 然後所以 這造成他們的愛之病會非常非常嚴重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生病不會去看醫生 他們會去找烏醫 烏醫 那這個烏醫他現在他正在跳舞 然後那麼我們就想說 烏醫到底要怎麼吃病 我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就去這個非洲烏醫家 我們想要看他怎麼吃病 結果他的家裡面堆滿了很多 就是你知道 你可以想像到電影裡面那種場景 是真實的 就很多稻草 然後是很奇怪一些符咒面具什麼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女孩子 就是感覺是虐情的患者 就來求醫 結果他就讓那個女孩子躺平 然後他拿出了一隻鹿龜 然後呢 就在鹿龜身上唸了一些咒語 然後就讓那個鹿龜 對頭那個女孩子的臉 然後爬到胸口 然後他說是病完成了 所以 後來我在旁邊就說 就難怪非洲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當然他們的就是醫療 是需要我們大家來幫助的 好 那這一個畫面是在柬埔寨 吳哥窟 有人去過柬埔寨吳哥窟嗎 有 你覺得吳哥窟怎麼樣 非柬埔寨的印象 對 全部在很多 很多解 吳哥窟被破壞的印象 對 所以你有看到像這樣 有高橋的一個狀況啊 有 非常多 你也有看過水上人家對不對 對 好 對 其實就是吳哥窟 我覺得也是一個 讓人類會覺得很悲傷的一個故事 因為吳哥窟其實在西元九世紀的時候 他是一個非常鼎盛的王朝 非常的富有 你去吳哥窟你會看到很多 就是好像譬如說拳頭大的那種洞 其實那裡面原本都是放得很暴石 或是藍寶石 直接寶石 可是沒想到就是 當然吳哥窟現在整個藝術 和這種建築 依舊是讓人覺得很盡量 可是在這個國家裡面 我覺得會 其實是非常的悲慘 他們的人民也是一天可能 就必須帶收入不到一塊美金 然後當然你在那邊會常常看到很多小孩子 然後就會拿一些譬如疊針啊 然後書啊 或是什麼幾家檢的 然後就會說直接漂亮 然後一塊兩塊就是再犯手 那像這個房子就是 讓我印象有點深刻 就是我們常常會形容說 大家貧窮的時候是家屠五四地 不是家屠五四地 可是這個房子是連四地都 我現在住的地方就是他們家的大土 然後所以他假期留名都沒有 所以他每...他冬天 因為在東南亞就是 只有分乾季和濕季嘛 所以就是他等於說乾季的時候 他必須要睡在一個地方 然後濕季的時候 要換到另外一個地方 因為有的時候乾季風是從這邊來的 你會從這邊來 所以他要睡另外一步 然後等到那個濕季的時候 又要換一個地方 然後當然是沒水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分入這個 這是一個永恆 所以常常 在這個地方常常會失火 因為五點五點 然後可能是蘇貝爾 然後就可能不失火 所以這次到目前為止 乾季家的生活是怎麼樣 然後他這個地方是非洲的靈日 你知道靈日是全世界最缺選的國家 因為他們國土大概十分之三 都是常人 可是他們是全世界最會生小孩的國家 你知道台灣的平均生育率是不到幾個月 今年有年到一吧 對 所以一個影響 全世界最會生小孩的每日 平均每個父母生的小孩是8.2個 對 對 就是這樣是一個最缺選的 你知道我們常常每次 什麼封在的時候 就是大家家裡會流出一些黃泥巴水 我們就會跳腳的時候 喔 班子 但是他們的時間都是在用黃泥巴水 而且不是寄水融火打開 他們更沒有水融火 他們的父母就是每天的工作 是從家裡開始走四個小時 到一個水井 就是這個水井 然後跳水 他的畫面一張 你就可以在路上看到他拿一個水桶 帶著自己的小孩走四個小時 然後到這個水井 跳水 跳出了黃泥巴水一桶 然後再走四個小時回家 他們一家人一天就用那一桶的黃泥巴水過來 如果你家稍微有錢 你可能養了一頭鯉子 然後你的鯉子就可以幫你 一個兩個黃色的水 這就是他們的非洲人剪片的時候 所以這些事情都讓我的男子 大概很難以想像 但是真實的發生 好 那接下來我要給大家看一些影片 就是像這一個是我們在第一集的南集 那當然南集因為我們是台灣第一家媒體 進入了南集大陸 然後 不過我想要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後來這個就是剛剛看到很模糊不清的 那一個畫面 這個是什麼動物啊 有人知道嗎 小海豹 因為大家對於海豹印象都是黑黑大大胖胖圓圓圓的 其實找的沒有很好看 可是他的小baby卻是這樣 我們叫他小白仔 因為加拿大人用法文叫他 然後翻成英文就是 就是白色大衣 因為他有一個白色的毛筆 然後所以他小時候就是長這麼可愛 一出生就這麼可愛 然後那你知道我在他旁邊喔 我穿了大概六件衣服 而且有特別是我外面那一件紅色 是一個超級大學 而且還會還有福利 就是如果我們勝掉到北京 那種海運的話我還可以扶持 可是他是完全不用攤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毛筆有什麼問題嗎 在零下三十五步的時候 這樣的毛筆對於當地人來講 就是一個保護 所以在北極的住民英武特人 他們的成年底就是你必須要列著一隻海豹 才算是你是一個成年人 所以你看到英武特人他們的裝扮 就是他們的靴子也是海豹皮 然後皮那個外衣也都是海豹皮 因為太冷了 可是這樣的一個傳統 其實在原住民裡面是很正常 因為英武特人算是少數英國 可是到了現代就是 沒想到在加拿大和俄羅斯 然後還有部分的挪威 其實也還在列海豹 所以呢 這個議題其實是在國際上的一個很重要議題 大家還是記得以前我們還有買過海豹油 但是現在住在裡面有 從2011代裡面開始 就是從朝天動物法之後 因為你不會相信他們怎麼來殘殺海豹 然後而且他們殘殺的時間是 就是每年的2月、3月初 因為這個每一年的這個時候 在北極出生了海豹 因為海豹都是帶來出生的地方 所以在格林蘭北冰陽附近出生海豹 大概會有幾十萬頭的海豹嗎? 媽媽他們懷路了 然後他們就會千里條條 遊泳 遊到加拿大那個 加拿大外海 盛牢瓦灣的一個地方 一個叫馬德莉群島的地方 那邊呢 因為他們的整個冰陽 是非常平順的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在那邊 集體的 集體誕生小寶寶 所以在2月、3月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奇蹟 於是我就跑去那邊 去看這個小莉莉的誕生 那接下來我就要給大家看這一段影片 然後我要問問 就是 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 除了北極熊平林滅絕 還有一種極地的動物 豎琴海豹也面臨危機 東山新聞聚焦全世界的節目團隊 就獨家前進到酷寒的北極 在零下50度低溫之下 拍攝到剛剛出生的豎琴小海豹 他們全身是雪白毛茸茸的 當地人稱為小白仔 接下來就要電影來探訪 極地的新生命 零下50度 領列北風 這裡是地球極北之地 坐上直升機 我們要探訪其地新生命的喜悅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我們已經到了 超級海豹 暴風雪下 每隻陳寗海豹身邊 總跟著一隻毛茸茸的白色小動物 牠們就是剛出生的小海豹 剛出生的豎琴小海豹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樣子 白白毛毛圓滾滾的非常可愛 那麼牠的外角是白色的毛皮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海豹 其實是一樣 原因是為了牠要抵抗現在 像這樣零下30幾度的低溫 所以牠每天喝母奶 一天就會長胖2.5公斤 所以牠出生的時候 體重大約是10公斤 可是到了五天之後 牠的體積會比現在大上一倍 圓滾滾的外型非常可愛 所以當地人就叫牠Brosong 也就是小白仔 但肥了小白仔 卻瘦了海豹媽媽 女生可能會失去3至4公斤的重量 所以在10至12天 牠會失去30公斤 35公斤的重量 所以你會看到 零下50度低溫的冰凍世界 我們見證了 自然界最動人溫暖的一幕 東山新聞 舒孟蘭 陳一松 在北冰陽的採訪報 這重點是風 對 而且突然就會有一場暴風雪 所以牠那個駕駛都要非常有經驗 而且再來就是 你知道北極是一片海洋 所以牠其實沒有陸地 那我們那個執政界要降落的時候 牠還要學一塊看起來是個安全的 不然就是為什麼你要穿這個衣服 牠又到什麼專業 你要穿這個 不然到時候知道了 就你小心就穿 就掉下去 那大家至少還可能 還有一絲絲活命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那邊大概 五組 合共出動3至4直升機 然後每一次都找了大概 一兩個小時 然後當你在地 你這樣看的時候 然後終於看到那種 像螞蟻一樣 那種小黑一點的小黑一點 你才知道怎麼的話 幸好還 摸海報是黑色的 不然如果摸海報也是白色的 我這樣 我們可能每人都會找得到 所以我們才 就是這樣出動一兩個小時之後 費力的找 然後終於找到牠了 Landing 就是那個直升機降落之後 然後再慢慢的走去 靠近牠了 好 接下來就會 就給你們看 靠近牠才不好 那我看 豎琴海報 因為背後的豎琴狀斑紋而得了 每隻母海報身邊 總跟著一隻毛茹茹的白色小動物 牠們就是剛出生的小海報 牠們就是剛出生的小海報 第一個是水 第二個是小孩 第三個是動物 所以你看你看 你看那個少年牌子 很厲害 因為裡面有水 有小孩有動物 然後你看這個 是不是有水 有小孩 有小baby 有動物 這個就是 就 就是我們 專業 電視專業的人來講 動物真的是最難的牌 因為其實這個 我們也就是 遇到非常大的困難 第一喔 就是說 在這個氣候免寒的時候 你知道等一下 不再屬於屬於屬位嗎 就那種你屬 你的 像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其實你會覺得有點大舌頭 因為其實那整個 通過你聽說 就全身都在跑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 你只要有任何一片肌膚 厚漏在空氣外面 就是一個刺骨的痛 然後就好像你被熱水燙到 其實被凍傷就像被熱水燙到 所以我是 我的攝影啊 就當另一位很辛苦的 背了很多東西的另一位攝影 他的手指其實都是 後來都發黑的 然後說 因為我們雖然就是在身上 都貼滿了軟軟的刀 然後手也是 因為他操作的機器 所以你已經知道 或是你知道拿出iPhone 開的話 你需要手對不對 你需要手機 就是全部都凍傷 所以其實第一個 開是很困難 然後再來就是動物 動物真的很難安排 原因是因為你不能跟他說 欸你接下來走進來 然後你回頭笑一下 等一下幹嘛 然後你不會聽指揮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一個 像我們剛剛的水洞 看他們的水洞 我們在那邊守候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就在等那個摩海豹冒出水來那一刻 因為他們通常就是摩海豹 他上來產淡米之後 他還是一個海洋洞 所以他每二十分鐘就會下去 游泳 要游來游去 然後可是呢 那那個冰洋 冰洋跟真的冰原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他會在冰洞 所以他其實 這一個小時 你看到是在這裡 下一個小時 他可能都要在十公里之外 所以他們常常 那個摩海豹 一出來之後 北雲不見了 因為大家會發現水洞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上面開車 會有這個困難 接下來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北極的海豹 它會流那幾千公里 它流到加拿大的外海 冰洋上面誕生 原因是什麼 有沒有人 就想過 他本來就是 因為水瓶海豹 怎麼 太有陣子 對 對 怎麼啊 因為他要脫離極權國家的日子 他有自由意識 都對 對 他可以自由先行 的確就是因為北極有一個他最大的天理 就是北極熊 北極熊我最喜歡吃這種海蕉海豹 原因是什麼 因為小海豹一出生的時候 其實他 他不會游泳 然後 而且他就是會看在冰臟 所以他還會這麼乖 你知道 在當 在跟我拍照 因為我就是想說他不會 不會 動作不太快 而且他眼睛不是看得很清楚 這個海豹有一個特性就是 他們一出生的時候這麼可愛對不對 每天早晃兩顆點五公斤 因為媽媽會毒 可是呢 媽媽等到第十三天 媽媽就會全體離開 然後這一片冰洋上面 就只會剩下這些小白白 那可是這些媽媽呢 在這十二天服務的時候 他又只會餵自己的寶寶 他不會 譬如說我剛剛講到說 他會常常下水溝去休息去玩嘛 然後覓食 然後回來之後 發現這個 一上來就是水溝 結果旁邊不是他寶寶 所以你剛剛會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他們常常會 譬如說小白仔會守在水中躺 然後或是媽媽會跟小白仔 你就會聞他的鼻子 其實他在確認清楚 你就會確認這樣 就聞一下這個 欸這是我小孩 就四號 再去找另外一個 聞一下是不是小孩 是他小孩他才會哄你 好 結果到第十三天之後 這些紅海胞就會全部集體的 跟東海胞一起在游泳給子 你就是再去反面 像斧頭 但是跟斧頭不一樣 就是他不是 他尖銳的那一面不是來 不是砍的 他是一個頓頓的一面 然後所以他叫做 赤膀 他說呢 就是獵人說 他們獵殺海胞的方式 就是先拿這個刺棒 朝他的頭骨 先把他頭骨打碎 然後確定他 欸 看他如果死了 這樣就好 如果沒有死再打一下 確定他死 頭骨碎了 碎了之後你把他翻過來 然後用個匕首 用小刀在他的頭上畫 然後畫開 然後開始放血了 然後放血 然後血流乾了 大概一兩分鐘 然後馬路開始放血 這是那個時候 獵人在獵殺海胞的狀況 然後那到現在 就是我們去採訪 沒有想到現在加拿大 還有這樣的海胞獵人 而且他們說 我們現在是用最流道的方式 馬德林群島 位在加拿大的聖勞倫斯海灣 由六個小島連接而成 十八世紀才有人居住 幾百年下來 居民也只有一萬兩千人 初春整個群島依舊被暴雪冰封 數十艘停泥在港口的破冰漁船 說明了群島居民靠海為生 這也包括獵捕海報 我從十年來 我從十年來 這工具叫 咬 是馬秘賣牛排 所詞 mikä我們都利用併以 закон 我們使用的是悵魔裳 我們可以按摩到包裝的屍體 我們有 faut讓 yüz小孩刺到搟 我們如果他 Fe 這裡刺到骨頭 我們 modification的骨頭 所以呢削下腰 然後切雙腿在胸部 雙腿 雙腿 然後30分鐘後 血液流了 但我們要等一分鐘 後來血液 開始解除雙腿 Gearbent是島上居民 他的父親也是海豹獵人 這個一邊像錘子 一邊有肩鉤的Hagapik 刺棒就是每年冬天 他們維持溫飽的工具 一滑 比刀更快 你肯定會被刺到 用刀可以失去 Yuanis在巴黎當攝影師 但每年這個季節 他就會回到故鄉 拿起刺棒加入獵人行列 他們都是加拿大合法的海豹獵人 此刻聚集在海灣 等待著即將到來的獸獵人 好,所以其實這個議題到現在一直都還是一個話題 那因為像美國 歐美國家在70年代之後 就是他們全面禁止了海豹的產品 然後那台灣後來也禁止 那現在只有中國大陸和韓國 對,最近現在加拿大海豹獵人 他說他們很記憶中國大陸和韓國市場 所以 就是這個 滿讓我覺得像新的一個世界 好,然後那這是在北極的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我就可能不跟大家分享那麼多 那這個就是 我剛剛有講到就是我們 在南極之後 然後我們不斷的一直在 紀錄消失的奇景 還有一些冰危的動物 有人看過電影金剛嗎? 那金剛的原型其實就是山地大星星 那它是這個地球上面和人類基因排序最相似的 我們只差一百分之二 現在全球有七十億人口 你們知道現在山地大星星剩下幾隻嗎? 我們是排序最相似的 所以我們在十萬年前 我們就是同一個起源 它們現在全地球只剩下八百八十隻 而且只分布在烏干達的迷霧森林 然後還有隔壁羅安達的一個火山裡面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去記錄它 因為就是 它們為什麼人變那麼少 是因為有很多獵人 像到現在目前為止都還是 不斷的在非洲的看 發現一些走私的狀況 然後牠們把星星的頭砍下來 還有手掌、腳掌 然後或是就是抓走了牠的寶寶 拿去動物園裡面 然後爸媽就殺掉 然後那非洲月剛才講到 就是其實牠們真的很窮 所以牠們沒有肉吃的時候 牠們就跑去森林裡面 去殺害山地大星星 然後吃牠們的牛 所以到現在我們要八百八十隻 那當然這也是我們關懷保育的一個重點 所以很希望大家也就是可以愛護我們的動物 然後那當然拍攝這個非常的可怕 因為這個那時候 你知道山地大星星顧名思琳 牠們就生活在高山裡面 高山的迷霧森林 當然沒有顧名 然後而且牠們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金剛牠其實有多大嗎? 牠身高三公尺 我一百七十公分牠身高三公尺 然後但是因為牠們會駝背嘛 所以牠們就是 因為星星是用四足在走 所以我一邊放一些畫面 然後一邊給牠們看一下 就是所以我們要找到牠的時候 我先爬了五個多小時在 就是我先爬了大概五個多小時 終於發現了牠的便便 因為牠們三粒大星星牠們很特別 牠們沒有固定的窩 牠們每天晚上就會換一個地方水 然後就是牠的銀背大星星 就是所謂的金剛 就帶著一家的大小 你知道金剛也是王嗎? 所以牠有好幾個老婆 然後好多小孩 所以牠們一家通常都是十幾二十個 有的大家族會三十幾個 所以牠們就是一家人呢 每天晚上就會換不同的地方 牠們就會搭一個自己的窩 就用樹枝然後就弄成自己的窩 然後所以每天晚上會換 那現在為了要保育牠們 所以像烏干達牠們的這種動物保護局呢 牠們每天就會有人去看一下牠們 欸有沒有被獵人獵殺 或者有沒有生病什麼什麼的 所以每天會去追蹤 那於是呢 我們今天如果要找到牠們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先到牠昨天 昨天發現牠的地方 那牠們就會從昨天的地方開始遷循 所以你知道我們人類一小步 應該這樣講 就星星的一大步 我們必須要跑二十步左右 所以我在追牠的過程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那一天我在統計 就我這樣上山下山 在統計我已經爬十六個小時 所以我在短短的三天當中就瘦了四公斤 所以如果有人要減肥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山地搭行星 好這就是追蹤牠的過程 真的非常的辛苦 然後可是最後看到牠們的那個感動 就是我覺得是如與倫比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很龐大的身軀 然後牠那時候我們在拍牠的時候 牠一個跨步你知道就是 就飛到那裡去一步 我覺得地球上有非常非常多的 值得我們大家關注的生態 真的 牠就是現在地球現存最大 牠叫五仙啦 體重超過兩百二十公斤 是名無奇事的大金剛 手衛現在開來 身高還要長 牠的雙拳更是最有力的武器 光是一拳可以打碎更化玻璃 威力之大難以想像 大猩猩是群居的動物 組的領導者 但是牠看起來很嚇人對不對 但牠其實吃素 所以牠其實是很溫和的 然後那電影前面其實有點醜化牠 但是後來我發現牠們真的長得與我一樣 因為我們後來找到那個電影的畫面 就是 沒關係大家可以看一下 迷霧森裡的金剛劇叫烏甘達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有疑點緊張 然後那這邊都是我 反正這幾年的一個節目的紀錄 但是我其實很想跟大家分享這一段 這一小段 有沒有人看過這一段 你知道這一張照片是 我們從影片上剪取下來的 那我當時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牠就是 我們之間就是這麼近 這一個場景呢 你看得出來是一個吉普車的那個屋頂 對 因為你知道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要拍非洲大遷徙 你知道非洲有非常多太神奇的事情 就是 這個就是 大概這250萬年來 非洲呢 牠們的草食性動物 因為當然是跟氣候有關 牠們會每年就七八月的時候 固定從坦上尼亞一直順時針地遷徙到肯亞 去豬水條 所以呢 這個大概乘四百萬匹的牛林和斑馬 牠們就會這樣子運行 叫做大遷徙 可是你知道就是這麼多的 就好像 好像那回轉壽司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 那要轉到裡面前呢 你就會跟著那些壽司 這些肉食性動物 知道說這些草食性動物會這麼遷徙 所以牠們就會在那邊守住待父 然後就要來吃這些斑馬和牛林 那當然獵豹就會起重心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拍攝最精彩的一段過程 剛剛在影片裡面有 就是牛林大千奇過一個馬拉河 結果我們想說 我們要來拍一下肉食動物在獵食 可是後來竟然就有獵豹跳到我們的車上 然後有人說在冰死的時候 會有一些人生跑馬的 這件事情是真的 所以現在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歷節歸來的紀錄 在我們前方大約150公尺左右地方 有三隻年輕的獵豹 可以看到在距離牠們不到100公尺的地方 卻有兩隻野豬 顯然不知道雙獵豹正在盯著牠們 我們現在在觀察當中 隨時準備要補充 隨時準備要補充 來進去 這個地前的油豬是相當寶貴的獵物 兩隻小油豬天之無邪 絲毫沒有察覺 危險一步不必進 現在現在現在可以看到 其中一隻年輕的獵豹 已經開始慢慢的向兩隻野豬靠近了 有些這麼小路 有很多人說 真的假裝 兩隻大廂 大廂 大廂 烈到另外一位某种因素停止了突袭 两只小牛猪落荒而逃捡回小蜜 但是感觉上好像是因为呢 就是它没有吃到牛猪了 所以可是因为它没有回复了 所以它们接下来有什么 持续的对面的机场 原本睡眼心松 突然一只起身了 另一只开始向我们的机铺车靠近 鼓鼻松 这里要走进来 接下来是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的话 一个挖头从车底窜出来 猎宝上车了 我做的速度 快来 pets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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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爪弄得车顶嘶撒响 常外旅客轻声尖叫 但我们强装镇定 继续拍摄 这时恩义之报也上来了 我们的圣经继继续拍摄 这两只猎豹 对我们的车 非常兴趣 看有一只猎豹下去了 现在还是那一只猎豹还在我们的客场 开始 他现在要到来 我给他 现在是一只猎豹 他不是一只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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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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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猎豹 所以想要上我们的车顶 其实他想要得到 比较好的食欲 我一只猎豹 锐利眼神 锋利牙齿 抱头距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分 车内一共六个人 手无寸铁 更没有猎豹附身 猎豹当前 吓得发动 却不敢吞声 我知道 这是猎豹 没想到 这只猎豹 你既然在我们的手上几方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I'm so afraid 请不要看我 可以 让我看你 现在这只猎豹 第二只猎豹要跳上我的车顶了 其实我们现在有非法警告 因为我们很害怕 对方会对我们也有兴趣 对方会对我们也有兴趣 现在我们 我在这一集的天中 正在经历我们人生当中 几乎可以算是最经历的一个 Oh my God Oh no 天啊 神力王他竟然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野生动物 你永远不知道他要做一些什么事 你永远不知道他要做一些什么事 我会做一些事 别放重力下去了 我们安全了 哈哈哈 我们 我们安全了 我们现在看到几个 他的 臉帽的尿尿尖 在我们的心头上面 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们身上 你记得他 陈毅宗身上 全部都自尿 哈哈哈 我们的 我的衣服 你们都 我 我真的 直接一个人生当中 然后开我们的 英文采访 生涯当中 最惊恐的一刻 突然间有两支猎猫 爬到我们车上 然后 我们差一点 变成他们的 大餐 哈哈哈 有跟我们要重生的感觉吗 有有有有 刚刚我跟你讲 真的是 我这次是 觉得最可怕的一个 因为 我那时候 不别讲摄影界的人 就是因为我很害怕 想说这可能会是我们的仪座 然后想说 那总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一部 这个影片是谁拍的 但是 我们这时候 我们也会说 啊 我们历劫归来 但没想到 还没结束 三兄弟竟然 再度考虑 是有没有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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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猎猫围着我们的车子打转 现在新车子发动 会伤到他们 我们只好留在原地 却也不处可逃 别人 走 快队 显然猎猫没有听到我们的心声 第三支 上车了 好 上好了 揍我 好 好 好 我最愛的 這就是鬼子 我正在前面 他現在以色列保登在我們的車頂上 我們現在完全不敢動 因為這時候必須要保持冷靜 雖然他非常緊張 一定可以聽到他找不上 今天他現在沒臉找我 一些不敢動 這是賭有不安的 我現在這次也在看 還有賭有不安的 他沒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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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有不安的 他沒想說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坏匀 日这心腾 加围明 天下 清原生 太יב 他说你可以转 再拍回头 他说你可以转 所以你要跑 你应该穿 他说你能帮忙 第一人 我都一公尺 我好像就可以 啊啊啊啊 走運下去了 那個是後面 猎豹三兄弟走遠 我們走算 跑車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我們最驚險的一刻 然後為什麼那個我們的保育員 他一直說 RELAX RELAX 因為他坐的那個地方旁邊 後面有一個玻璃 所以他就是 猎豹就算跳到我們車裡面 他也不會有事 所以他一直跟我們說 RELAX RELAX 然後 但就 所以你知道就是 就是那時候大概獵豹就跟我們就是 大概就是這麼近的距離 然後我都可以聞到他身上的那種心味 是真的很心 然後那時候的確就是那種人生跑馬燈 就是在我腦海裡面 然後其實我第一 因為我攝影機也在我前面 然後在第一次兩隻獵豹上來的時候 我其實在想說 因為我的攝影機的他有老婆 然後還有一對雙胞胎 然後那時候才剛生 我想說完蛋了 我要怎麼跟他老婆交代 因為他一定會第一個先被吃嘛 可是後來我生意想說 啊不行 可能因為上面有三隻 那一個人可能不夠分 然後後來我想說完蛋 那我們大家都就是大家都要再見 然後所以那時候真的就是 有非常非常多的結果 人生想說啊沒有想到 我就要死在這個非洲草原上 然後叮叮叮就真的是人生跑馬燈 然後可是你可以看到後面那個 就是獵豹院這麼大隻 然後我們呢因為是廣角鏡頭拍 所以你覺得很遠 但其實我的DV拍機 你可以看到那個攝影的豐麥 就都跟他在距離可能20公分左右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 我們最驚險的一次 可是也是因為這一次我就 我覺得就對很多人生的看法會不一樣 那就會覺得說 你知道地球這麼大 世界這麼大 然後有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有很多生活上的小事情 你就不會那麼地介意了 那這當然就是我們聚焦全世界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旨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看了太多地球的生態 還有人性的擺攤 那當然有很多很多故事 像這個是全世界最美的一個火山 火火山 看到這個湖真的是太美 好像綠寶石一樣平靜的湖面 可是它是極酸的湖水 只要任何一次飛鳥雕下去 失足無存 可是人類竟然在旁邊當礦工 跳硫磺礦 然後那些硫磺就來做肥皂 做火藥做一些潤滑劑 然後他們的礦工一天可能爬山 爬火山8個小時只能賺不到5塊美金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然後那這是我剛剛講的太美邊境的難民 然後這是越南的醫院 越旦敘利亞的難民 然後NASA火山 然後所以其實在聚焦全世界到現在 我們已經繞了地球14.25圈 然後氣溫從零下35到46度 然後你可以看到剛好 就是在南極的照片 跟寫黃金礦場的照片 然後最高轉移紀錄就是到南極 然後直升機次數真的已經沒辦法計算 然後這一次是很可怕的 就是我們那時候想要拍夏威夷的火火山 是在冒煙和岩漿 後來我就跟那個pilot說 我說妳可不可以幫我選一個窗戶大一點的 然後他說啊沒問題 我幫妳把門拆掉好了 好於是我們就拿著沒有門的直升機 那沒有門的飛到那個高空上 那個風真的是有夠大 然後真的嚇死你就是很恐怖 然後小飛機的次數當然已經多到無法計算 然後這是在南極 因為你知道南極沒有任何人造物 所以當然沒有飛機跑 也沒有飛機跑到 所以我們要坐著滑雪橋就這樣搭去 然後上去馬拉威的時候 因為很多就是中國的工廠在那邊 所以他們也分派清楚妳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所以就覺得我們好像剝削了他們勞工權 所以就要把我們包圍起來這樣子 也很可怕 然後那這個就最累就是剛剛追山地大猩猩 然後那這個看這個可憐的攝影就在這裡 我們那一天從凌晨12點開始就跟著礦工爬火山 爬到2600公尺高的火山頂上是凌晨4點半 開一個日出 然後呢 接下來去爬進去 然後再爬上來那時候到下午4點 所以那天我已經快要離開了 就是因為都沒有路 就是爬進火山口是一個很艱險的行程 但是這些礦工我們看到他們就是背著大約8、9、10公斤的硫磺框 然後那這一次我們這個紀錄是在剛剛拍小海報的時候 因為一直要在那個北冰釀上 然後零下30多 對 然後那這個就是最驚險的歷劫歸來 大難父子果然必有幸福 後來我就那一年拿到了金鐘橋 對 就是與三隻獵鮑 然後那這個是在大衛的火山 然後你無法相信的就是有人房子刻意蓋在岩漿上 因為他想要每天晚上會看到火山噴發的景象 很特別喔 對 然後那這個鏡頭呢 是你可以看到這在南極的一座山 我在這裡那是我們的那個探險員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喔 但他氣勢這麼高 這其實是屏地站在岩漿 那我的攝影他有一個特權他很辛苦 但他可以說欸莫蘭你現在往那邊走 你開始走 然後我就走了大概可能幾千公尺 然後他說欸好可以那你再走回來 然後他就看到這座山說欸你往上爬 然後我就不得爬 因為他要開花園 所以這是他唯一的特權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在南極的冰山 這裡是隨時就會崩落 然後大概有七十公尺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攝影機是很渺小的 然後那這是潔硫磺和火山 如果有興趣可以打地獄來的礦空 這裡也是很悲慘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現代防毒的措施 可是硫磺礦區是二氧化硫 它是劇毒 所以在這個地方工作的人 他們通常都活不過四十歲 然後只為了賺很微薄的工資 然後那當地的礦公司更會講一個天大的謊言 就是說這個硫磺氣體是對你們的健康有幫助 所以他們就只是用一個 因為那個氣體真的很難聞 太嗆鼻 所以他們就會用濕毛巾捂住口鼻 然後可是因為那個硫磺氣體太嚴重 所以每一次從礦公 從火山口裡面爬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表情都很猙獰很痛苦 然後再加上這個氣體 然後這個地方寸草不深 所以那時候我就真的覺得 他們好像從地獄活著回來的 這就是他們 然後那再來泥日 剛剛講到那個很平苦 沒缺水又很會生孩子的泥日 可是卻有很多恐怖分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車子在高速公路上飆車 都是160以上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欸你可能不要開這麼快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他說欸如果你不開快的話 馬上路旁邊兩邊就會有恐怖分子衝出來 然後就會截車截台解射 他想說好吧那就繼續這麼快 然後而且我們還要僱用前後 就是各6個總共12個警察持槍保護 對 因為這個地方 就非洲是滿沒有法治的 對 好 然後那這個也是真的在 大家有聽過太北京三角的叢林 武裝軍這就是我們就到了他們的大本人 然後他們就是只要是男人都會來就是都會從軍 然後從小就開始玩M16步槍 然後那這是他們的這個就是大頭目 對 然後我也是回來之後就覺得欸很可怕 因為突然發現那個地方好像沒有女生 就我一個 對 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年的就是新的節目是亞馬遜 你看到這一個啊 我們在這個地方住了一個禮拜 就是住睡在這個睡袋 是不是睡在這個吊窗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去想說要記錄當地人的生活 然後我們就去了原住民的家 那他們家當然就是在亞馬遜叢林裡面 沒水沒電自然 然後他說啊當然他有一個房間可以給我住 看攝影 然後就我說啊就這個沒有門 就是沒有窗沒有床就這樣 然後我的攝影就在旁邊 這是他的吊床 就我們兩個人就在這裡 然後帶了很多乾濕紙巾就乾洗了一個禮拜 因為他們的洗澡就是跳到亞馬遜河裡面 但好像有點對我來說有點難 然後就是因為他們還是過著原始的生活 所以上空 然後那坐著小船 他們交通工具就是船 這是亞馬遜 接下來要工商時間 星期六晚間十點 不是這個禮拜六 下個禮拜六晚間十點 就是貝加爾摩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就是有沒有念過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的北海其實就是貝加爾夫 在西伯利亞現在零下三十幾頓 然後那個零下三十幾頓 我剛剛講到就是好像被熱水燙得到 那其實你把一片這個熱水灑在空中 就會變成一片冰淨 給大家看一小段三十秒裏面 全手冷空氣的故鄉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西伯利亞的伊爾庫斯特 現在的溫度是零下三十一度 而這已經是這兩個禮拜來最暖和的一天了 對於生長在台灣的我們來說 很難想像零下三十一度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景 當然現在我的全身都已經凍傷之外 我現在手上拿來就是一個熱水瓶 剛剛燒開的熱水 我要來看一下零下三十一度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景 全是變成零陰淨的 就有很多人看完這段影片就覺得 當然第一個覺得很漂亮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欸 你是頭殼壞掉嗎 你剛好把熱水往頭上打 你為什麼不往旁邊打 可是因為這就是拍攝效果 因為這樣子才會漂亮 就會有一個 而且因為其實我有試過 欸 一點點真的有變霧氣 可是因為那時候熱水難學你 你知道 所以後來我就跟攝影師說 我說我們只有這一壺熱水 所以你一定要一次OK 因為脫完之後就沒了 好 然後那再給大家看 此外這個就是一些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畫面是有 就是大量運用的空拍機 然後所以會拍到一些 我覺得是一個 我們講的上帝視角的畫面 那這些其實是 我在之前幾集的節目裡面 沒有那麼多的運用 然後所以如果數位媒體的同學們 那個董事長們 然後還有時尚的民謀們 各位同學們下個禮拜又晚上9點50分 可以看一下 最時尚看 叫做最後的將界 聚焦費家人 好 最後就是 嗯 一點點結論就是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報復 而且來到這個星球上一定有一個使命 不管你是從事什麼樣的行業 像執行長教授你這麼值得接觸 所以絕對大家不管就算是你是一個公務員 你的或是一個店員很簡單的一個生活 可是一定有一個你來到這顆星球上的一個意義存在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敞開你的心胸 然後也許眼界放大 然後有更大的格局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人生裡面 然後扮演好最好的角色 然後有幾句話就希望大家譬如說一定要健常自己的身體 然後對很多事情充滿著熱情 然後重點是要走進這個世界 有任何問題嗎?